第16题 右图中白色箭头所指的道U型管 为老旧厂房的输油管 其设计的目的是预防热胀冷缩 造成直线型的输油管破裂 下列生活中的哪一个设计或行为 与U型管输油管原理不相同 那么这个U型管的设计 就跟我们老师上课所举过的水明桥面的伸缩缝 铁轨线接处的预留空隙 还有所谓的乒乓球凹陷之后 丢入热水会膨胀恢复成原来 都是要利用热胀冷缩 或者是避免因为热胀冷缩所造成的问题 而我们的锅子的材质用金属 是要利用它的导热性 而锅饼用塑胶是要避免它的导热 免得我们摸上去的时候会太烫 所以这是利用隔绝我们的热的传导来的 而不是热胀冷缩 因此第16题问我们说 下列生活中的哪一个设计或行为 与U型管输油管原理不相同 我们答案选的是C 锅子材质为金属 锅饼材质为塑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